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彩虹康 在YouTube上的朋友 请帮忙按赞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Bolson的新书太劲爆了 如果内容都是川普的真心话 那台湾要小心随时被卖掉了 反而北京希望他能够继续连任吧 我们今天好好来聊一下 而其他的话题还包括了 有朝鲜半岛 中非峰会 以及蓬佩奥跟杨洁篪在夏威夷的密会 算是一场会议各自表述吗 为你介绍今天的来宾 包括了政大国安中心的教授 严正生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前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资深外交官建文奇大使 主持人好 各位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有人说 恋人如果分手分得心不甘情不愿的话 爱不到他就要毁掉他 真的是如此吗 这被川普fire的Bolton要出新书了 虽然书还没有出 但出版社呢 已经立刻帮他做了文宣 打了几波重点 给大家列出来看一下 包括贸易战的部分呢 他在2019年一对一的会面当中 川普是恳求习近平 让他能够继续的连任 买更多的美国的农产品来帮助他 另外在美洲关系的部分 他也称赞川普是中国历史上 川普称赞习近平是中国历史上面 最伟大的领导人 对于台北之间的关系 他也都提到了 很多内容 等一下我们逐一来讨论 我先请到三位来宾 Bolton的新书是老板开除了员工 这员工心生不满 报复钱东家 还是说他讲的内容是有超过八成的可信度 有觉得可信度高的话 绿灯 三位都认为超过八成 那就值得我们节目来讨论一下了 老师你为什么觉得说他的话 八成以上可信 我觉得如果说你看前面所谓的 tell it all 就是说做过事情以后 在川普任内做过政府做过事情 然后出来讲的 其实很多人都讲过 那只是他可能接触的是比较更多 所谓的国家安全的部分 所以我们会在台湾会比较关心 过去好几个在他里面做的 就讲他在白宫用人 在那些很多 也劲爆很多了 也有出过书的 也都很多好几本书 那包括我们讲说过去揭发水门案子 那个记者也是一样 他也做过 所以这些书已经是不少了 那只是每一本书出来 就是说再confirm前面所有的 看到白宫的这种chaos 但是那个只是白宫的chaos 可是这一次又不一样 这次看到是川普的政策 那对台湾来讲说 哇 原来如此 那我长期看川普就觉得说 这是一个不值得信任 可是因为台湾的人 看到他骂一骂中国 China China 我们就听得好像蛮爽的 可是我看过他这么多的 所谓的这个Twitter 没有一次讲到台湾的正面的东西 比如说人权 民主 自由 都是让他的两个副手 Mike and Mike 这个Mike Pence 副总统 或者是他的国务卿 Mike Pompeo 去称赞台湾 他从来每次都是讲说 我跟习近平关系多好 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之前在川普身边 被他fire 离开的人 也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但是Bolton 因为他涉及的是国安事务 对 比较敏感的美中台 所以台湾觉得辛辣度更高一些 对不对 没错 不过我想要问的就是 共和党为什么这次 在川普周边的人 没有人出来指责Bolton 他的内容不实 有啦 其实就是像Movini 他们就说 包括他说 我比他认得Pompeo更多 因为这个Bolton讲说 Pompeo也说这个川普 好像是这个自走炮乱讲话 他说不会 他不会那么讲 我觉得还是有几个始终的啦 包括川普到现在为止 还在赌Pompeo 对不对 他说我跟Pompeo的关系很好 他不会这么讲的 但是我认为 你看过去几个将领 将领的那个威信度 都算是不错的吧 都讲过他负面的话 所以我认为波顿来讲这个 当然波顿也有一些 那个莱特希泽有出来吗 对啦 波顿有一些不爽 这个是真的 因为他是大鹰派嘛 希望打仗 希望就是直接攻进委员 直接跟伊朗开战 对北韩开战 川普就不是讲过说 如果今天他让波顿 遂行几院的话 他说我们美国 现在打了好几个仗了 所以波顿大概也不得志 这也是确实 但是以波顿这样的一个 长期在美国 国安这个国际关系里头 这么清楚的 他来看川普 一定觉得说你一定就是一个 amateur 就是一个业余的嘛 就是因为知道国安太多 所以现在川普想法设法 用这个理由让他的书不准上市 要不然涉及国安问题 当中有一块台美之间的关系 大家看一下 我真的拿了这个川普 这个口中比喻的台湾 波顿新书当中说 川普在白宫里头 椭圆办公室他开会的时候呢 常常就拿麦克菲的指尖 说台湾 然后就比着大桌子 China 比的就是这么小一点点 比这么大一张桌子 当然大小悬殊了 套一句阿扁时代的 台湾的这个 前外交部长陈涵商的一句话 当时他形容新加坡 是彼此大小的地方 莫非在川普的心中 台湾有这个小不垃圾的地方吗 请教一下国委员 川普眼中的台湾 如果说波顿讲的都是真的 那严下之意就是 没有举足轻重嘛 这么小这么大 那是不是为了利益 随时就可以卖掉 那个川普本来就没有信仰嘛 从来也不会重视 人权自由民主这些价值原则 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啦 那他只是在权衡利害啦 比如说 台湾认为这个时候他不会出卖 主要的原因就是认为他 认为台湾还可以play更大的角色 那这个完全就是利益计算 我想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啦 事实上你从他第一本书 那个交易的技术 艺术 The Out of Deal 他现在当总统用的都是同一招啦 就是比如说他就 这个极限施压嘛 然后施责开大口先开出一个惊人 吓死人的一个驾驾嘛 然后施底下呢就 开始有进展的时候就开始 非常恶心的争战对手嘛 比如说他里面也讲出什么 历史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领导人物 讲习近平嘛对不对 那也讲到比如说 他就是也会讲到这个 我跟习近平是最好的朋友 那比如说他为了让习近平不要那么难堪 他也说我们国内也有人希望我做第三任 类似这一种啦 这个就是讨好对方 或者说我们两个拉近关系 那一定是有所得的时候 当你知道在他心中的比喻是台湾 然后中国大陆 放在天平上面 是不能够对等的嘛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离谱 应该说台湾像明信片那么大 不明片那么大 这个比喻还差不多嘛 如果大小嘛 对比肩太小是太小 就是他觉得比明信片还要小的意思 明片啦明片啦 我不敢说明片 川普身上没明片啦 哪个比肩来比一下 但是我也想要请问 民进党政府 如果知道川普心中他的份量的比较 就是看利益的大小的话 这点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但是听到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比喻 你认为我们还可以在美国 他的前面 继续当 不管是反中仇中的第一线吗 有没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够跟美国说不呢 我最近有一些观察啦 包括当然也包括现实上就是川普的民调 比较开始落后 比如说服事民调昨天说13%这样 然后也看到波顿的一些爆料 那有一些人就稍微比较冷静啦 就说哎呀这个现实就是如此 所以也不要一厢情愿 你说民进党内部的声音 有这种声音开始出现 大家可能要冷静看现实 声音会变大吗 这个东西就很难啦 比如说你现在要讨好川普对不对 或者要跟他示好 你会不会得罪拜登 拜登也是 也在注意你在干什么 而且未来川普会不会想打台湾牌 我们还不知道嘛 比如说他选情如果是告急 他后面会不会想引起一些冲突啦 那这样的情况下 对台湾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也有可能你配合人家玩也得罪拜登啦 所以我的意思说现在可能就会把拜登也拉出来这样平衡来看整个美国的现实啊 川普他是生意人啊 我们节目当中讨论太多次了 但是从他之前的国家安全顾问 波顿的口中 听到川普的这一段话 大家听了就觉得是不是真心幻觉情啊 因为波顿形容 在川普的眼中台湾是特别 还讲到台湾是特别哦 英文之用particularly 特别不对川普的胃口 不对位 这个Depestic还是消化不良的意思 大使 我们均购 按照美国给我们的清单 我们就买 不一定我们不一定符合需要我们都买 当缴保护费也都好 反中 跑在第一线 要选台湾的大选总统还要先去美国做个面试 已经是全部都符合他老美要求了 在川普的眼中还是不对位 要怎么样才对位 这个很难啦 因为川普对台湾的可能在对美国的利益的 他的估量哈比重没有那么高 哎这个这个这个 波顿哈是非常亲台湾的 跟台湾的关系很长 所以他特别说呃台湾特别不对川普的胃口啊 嗯 其实我想他背后就显示哈 他对台湾问题上哈他跟川普是非常南辕北侧的 嗯 也是川普像波顿他们都希望打 尽量打台湾牌的哈 不管他说是台湾是他的民主盟友或怎么样有承诺意义 他是希望用台湾这张牌的 可显然是没有得到哈这个川普的认可 所以呢他这个里面川普这个形容哈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比肩的意思哈 其实就是一根针一根刺一样 你台湾的作用哈就是就是来刺哈 那张桌子上的中国大陆而已 他不是在比你的比例啦 你的作用就是对中国大陆 你就是我的哈手上一根武器 可是这个武器又不是什么大武器 嗯 也不是一根棒子 也不是一支来福枪 也不就是笔尖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武器 嗯 所以从这里面哈显示哈 川普对台湾的整个的这个地位哈 能扮演角色 应该说台湾的战略地位在美国的事物当中 其实比我们自己所想象的要低多了 就是说在川普的话 我想我们这边哈要特别要警惕 因为今天哈 Bolton已经把哈台湾在 川普美国总统哈 嗯 的眼光里面地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像Bolton 我想他一定在台湾的问题上哈 跟川普是不对盘 另外还有一个过去非常亲台湾的一个哈 美国的官员做过 他下来是美国国防部的亚太事务助亲 他叫薛瑞福 Renny Shriver Renny Shriver也没有干下去也请辞啦 这是台湾的几个最重要亲台美国共和的 最亲台的不得是 代表说他们的立场跟川普差很多了 川普 可是我赞成这个郭伟员刚刚讲的 这个川普是个生意员 他是谈交易的 嗯 那所以我当时我认为川普会把这个Bolton引来做他的国安顾问 这不是一个不重要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就是因为想借重那个Bolton那一张充满杀气的脸 跟他过去代表的强硬态度 等一下他那张脸充满杀气 充满杀气 你看这张照片你看 他在美国华盛顿 有人说像比较瘦的肯德基爷爷 对 他是 他在美国这个华盛顿 是有名的鹰派中的鹰派 是 小布希时候要用他 提名 美国的这个有外交的很多人士 国际事务人士都要经过参议院同意 那个时候参议院都不同意 所以最后呢 找了一个驻联合国大使给他去 用一个叫什么 在美国这个宪法就叫Recess Appointment 就是说我可以任命他 可是在参议院没有休议的时候 我就任命 然后呢 可是呢 你下次还要提出来 你如果说你不能够 你这种Recess Appointment 我记得如果说你大概一年半或两年 没有办法得到正式参议院的认可的话 你就卷步开走路 那么这位Bolton 当时就是用Recess Appointment 获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然后呢从大概干了一年多 一年 2005到06 就一年 因为参议院始终不同意他 所以自己全部不开头 所以他我不愿意说 是不是他有一些恶名 可是问题他就是代表一个 鹰派中的鹰派 不过他反映的是川普 他贴近了一个观察 我请教一下 川普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现在蔡英文任命萧美琴驻美 萧美琴可以让川普稍微 对于台湾不对位的想法稍微改变吗 我觉得可能正好相反 因为川普 这个萧美琴要接触 大部分都是美国的职业外交官 他这个职业外交官里面 萧美琴没有这个背景的话 他很难立刻获得 他的所谓的counterpot 信任 在没有得到信任的情况之下 他要有所施展 是有问题的 而且通常在一个职业外交官的群体里面 很怕碰到一个外行人进来 因为很多事情在沟通的时候 很可能鸡同鸭讲 你的想法 因为我们是一个 我们叫一个跨国的一个 一个职业群体 像一个club 像一个club 我们很多沟通的时候 不管你今天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 还是什么什么欧洲人 我们是职业外交官这个背景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 默契在 所以副代表才要派一位这么资深的 我想他需要很强的专业辅佐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 这个我们权利 我们权利有一个dimension 就是说 大家已经习惯谈一些议题了 你这个议题不在上面 你突然挑起大家就很尴尬 大概是这个意思 来老师你来帮我们观察一下 如果Borton在书里面讲到的 都是川普的内心大白话 那你觉得牵动美中台三边关系 你觉得最值得需要去引以为戒 或者是注意的是哪一点 我觉得我们还算不错 就是一直长期都是跟国会经营 很好的关系 而且跟国会之间也是跨党派的 所以我们看过去通过这些法案 大部分都是跨党派支持 有民主党的 有共和党的 而且这两党的 在参议院的委员会也好 在众议院都是这个资深委员 民主党是资深委员 Mernandez 在众议院 Lego他们这些都是 就是跨党派在支持 比如说共和党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Macau 在德州这位众议员 他是等于是资深 他不是主席 但他对台湾一样友好 所以你如果看这一个 我觉得我这一点还蛮放心 可是我认为就是我们过去 包括媒体 包括可能我们有些这个名嘴 总是把川普对中国的这些喊话 听起来觉得很爽的时候 寄望于川普 那我一直长期认为说 川普就绝对 因为他刚才我们都提到 他是个搞交易的 所以美国人从他一上来就说 他发展的外交就是一个 transactional diplomacy 就是在进行交易 那我们台湾说老实话 跟大陆对他来讲 我们能够给的东西 比大陆给的要少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必须要因以为戒 那我个人当然对他的这个 即使不只是说 他的国际事务的熟悉度 对他在国内处理事务 我是看不觉得是很糟糕的 我当然是希望看到他被换掉 但万一没有被换掉 我们还是要很谨慎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 在白宫里头 我们不要寄予太多 不切实际的这个希望 台湾对美国的国会的游说工作 一向是砸重本 所以算顾得蛮好 但这本新书 其实对于台湾的政界人士 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了 提醒了 你不用再做太多的 不切实际的想法 我们来看川普 这个书出来之后 纽约时报也做了一些分析 他说川普是美国 对中国强硬政策 最大的阻力 虽然说川普对于北京喊了很多话 但是真正去做的时候呢 就不那么回事了 因为纽约时报当中 归列的几点是重点 他说 美国的贸易顾问 想方设法要制定强硬的中国政策 但川普本人就在破坏 这些人的努力 川普透过了对于中国领导人的 公然的祈求 来达成贸易的协议 希望能够让他自己赢得连任 还有现在中国大陆呢 已经早就学会如何来操纵 其他国家谋求自己利益的独裁者 而现在运用这些心得 来操纵了川普 所以郭伟你来看 这个好像就是内心大白话 台湾你刚刚自己讲到 连蔡政府当中 都有一些声音出来说 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北京如果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分析 或者是他们所认识的川普 是这样子的话 可以来做操作的话 反而北京更希望川普能够连任 我的感觉也是如此 是啊 因为川普他 他一开始就是说 希望有一个全面的巨大的 对我们有友好的一个协议 可是你后来看到他关税可以减 245降到10% 或者是有些项目可以淹 或者是可以开各种听证会 让美国企业豁免 就不断减项目 那这个压力就越来越小 还有比如说华为的部分的 零组件的出口 也是这样嘛 三个月三个月一千 就一直让一直让 那前提当然就是他希望得到 中国的人员跟农产品的采购 这非常清楚 啊 主要